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9号的下午时分 今天是周日 我是文哥 那么周日周日想聊点什么话题呢 我想说点有关跟每个人都相关的 而且每个人在面对批评 在面对指责 在面对我们再说一点就是怼你 乃至于人身攻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如何面对 是吧 我想这个都是大家生活中日常见惯的 特别是我们说自媒体 自媒体 当你要在自媒体上发声说话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 不管你什么目的 都会受到 怎么样 赞扬和批评乃至攻击 就是说有喜欢你的有不喜欢你的 这个都正常 非常正常 以我这个年龄的人 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淡然的 你表扬我 我也不会 对 骄傲狂喜 你批评我 乃至于怼我 乃至于 啊 我都 笑笑 首先我自己讲啊 这都是大实话 我自己接触这个自媒体 呃 纯粹是一种自娱自乐 什么自娱自乐呢 就是 觉得这样一种形式 把我自己的 生活 把我自己的每个阶段 每一天 做一个记录 不知道若干年后 也可能以后 不知道抖音还在不在 我给我的儿子们 我给我的孙子们 或者我自己 可以去回看 啊 我当时说了什么 那个英容相貌 我觉得这是一个记录 完全是一个记录 那么做抖音 我又不是为了什么 挣钱 但是我每天挺乐呵 为什么呢 随着这个每天每天 这么做呢 也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要去做的事 是我主动的 不为任何金钱 利益 而去愿意做的一个事 是吧 那么 这样的话 我说了在没有金钱利益 目的的前提下 你做的事都是主动的 而且是乐呵呵的去做 那么 准备的时间 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 自媒体的主播们啊 或者是准备多久什么的 我每天大概也就是 十分钟 也就是我讲的十分钟 也就是我想说的一个什么主题 很随机的 我有时候坐在这儿 我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我没那么好的充分的准备啊 什么在这儿忙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点我要说的很清楚 那么难免有些东西讲的就有 没那么顺畅啊 没那么像什么专业的主播那样 是吧 说的那么的好 那么的流畅 那么的专业 包括整体啊 整体 有的时候可能鼻子流下来 我有这个过敏 过敏性鼻炎 经常打喷嚏 等等这些啊 形象上可能都会有 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见谅 是吧 所以呢 那我说 每个人 他有他做自己的 这些做些什么事的理由 他不是去迎合什么人 没有必要 人 我说了啊 最大最大的 要做的一件最最最重要的事 就是把自己过好 让自己高兴 不要去迎合任何什么事情 包括人 你自己高兴 这是最大的前提 本来我说了 或者我们应该都有共识吧 每个人活的都挺不容易的 每个人真的都挺累的 而特别是 按平均寿命来讲 中国男人要比中国女性要少活六年 平均 你看看 面对这么一种现状 为什么因素很多 就是因为男人可能有各方面的压力 各方面的社会的要求等等 你一旦达不到 或者你一旦怎么样 就会被受到批评 看不起 就好像男人永远是在和社会中 是一个强者的身份 所以他 没办法 他要去充当这个角色 那还是讲回来 自媒体这个东西啊 就是现在我们 大量的 或者是很多的时间 精力 以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都离不开手机 离不开抖音 离不开这些什么头条 离不开西瓜视频 离不开什么 总之就是让自己预约 你也在预约自己 对不对 那么我奉行一个态度 或者是观点 就是你看是你的权利 你只有滑走和不滑走的 这么一个自由 是不是 你可以喜欢了 你多看看 你可以不喜欢了 你就不看 别人再用什么 一种输出 知识也好 或者是一个什么内容也好 这是他的劳动结果 对不对 那你呢 那没有付出什么 你付出的只是一点时间 几秒钟 或者几分钟 你要很善意的 就是去对待 人家给你提供的 大量的这些内容 知识等等 你稍稍看了一个视频 受了一点意 你都应该 以一种感谢的心态吧 我觉得 没有必要怎么样 去挑人家的刺儿 说人家不好 乃至于人身攻击 这只能显得你很虚弱 这只能显得你跟社会 或者你 你不被大众社会所容 还有你的心里是很阴暗的 实际上我们在有了朋友圈之后 群 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在一个群里 永远潜着的 他的日常生活也差不多如此 不管在同学群里 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群里的话 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倡导的是什么呢 就大家都阳光一点 正能量一点 表明你的观点 你可以不同意对方 但是你不要去 怎么样 去以你的那个观点 以你的那个去攻击对方 恶意的去一些评论 没有必要 你欺不到我 你也欺不到那些 人家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是个什么概念 完全是个符号 是不是 完全没有意义 咱们生活中什么样 都根本不会照面的 对不对 当然是大多数人是认可 给一些友好的评论 然后支持什么样 那么大家都愉悦 那么做的人呢 也愿意去更多的付出 他不计这些什么的报酬 他也不计什么的得失 只是让自己怎么样 也是舒服舒服 有一个平台 是吧 让他自己去说一说 等于是自言自语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说 我们这个社会 你所有的人可以看看周围 看看社会 看看所有东西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丑陋 最大的那种让你不满 在哪里 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所有你看到的不满 所有你看到的一切不好 包括什么批评别人 什么等等 都是因为什么 这个社会的乱象 都是一个 我字 也就是你自己 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不是我说的 因为每个人 他那个我 还怎么去看待 你觉得世界 很差劲 你实在世界 什么所有这些东西 都对你 不好 或者是对你不公平了 或者你 其实都是因为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你自己怎么跟人相处 你自己怎么面对 那个挫折 那个等等 阴暗的东西 其实你心里是 有一面很阴暗的东西在里头 很恶的东西在心里 各种的那种负面 都在你心里存在 这是不要去否认的 只是你没有很好的方式把它 释放出来 因为社会 需要平静 不能乱 你不能做违法的事 等等等等的限制 使我们人们 每一个人的那种不好 负面 恶 只能压抑在心里 可能 互联网 可能我们说这些 公共的这些平台 提供了你一种发泄 但是你要知道 是你自己有问题 你自己有问题 不是周围对你有什么不好 或者别人讲的 有为了你的那些观点 或者等等 你就 蹦那些跳起来了 没用 一点不能改变你 就是你在攻击别人的时候 你在使劲地批评别人的时候 首先你是善意的 当然不能说攻击别人是善意的 就是你在批评别人的什么东西 你是就事论事 就内容 就谈内容 你可以善意地提出一些建议 记住 但是你不要以为你的观点 别人接受 你的观点就是对的 你也不是上帝 你也不是天使 是不是 我们经常有句话就是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这句话我们可能大多数国人 知道 都未必懂什么意思 我们特别的主观 每个人都是如此 总想去改变别人 你连你自己都没认清 你是谁 或者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多多的去提高自己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好吧 我今天就是一胡扯 可能也会 又迎来一大堆的怼我 批评什么 乃至于人身攻击 没事的 你尽管想说啥说啥 我从来都不会介意这个事情 因为我知道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我 没事 我心里灿烂 我心里有阳光 我看到的就没有什么黑暗 谢谢大家